叙利亚随着东谷塔大战的结束,变得明朗起来,现在叙利亚境内的势力范围分为三大块,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控制着约60%的国土西南大部分,土耳其控制着约15%的国土西北小部分,而美国和库尔的武装控制着约25%的国土六发拉比和东岸。 然而,现在美国和库尔的武装控制着约笔记,即将经受土耳其十万大军的打击,美军2000多人的目的,就是试探土耳其敢不敢打现在。 叙利亚的库尔的武装正在和美国加强在叙利亚东部、东北部的防御力量,希望能够抵挡土耳其十万大军的进攻。 美国在戴尔祖尔的军事基地扩建明显,甚至修建了能够起降大型固定义飞机的跑道,AC130和各种轰炸机都可以起降,并且还将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改建成堡垒,可容纳万人进驻。 将来一旦开战,将会从伊拉克有大量的库尔的武装和美军前来支援。 土耳其报2,外网图片有水印,将这就看在3月28日,土耳其官方宣布,将要启动为那笔记地区的军事行动, 企图将土序边境的库尔德武装一股作气消灭掉,这引起了库尔德武装的担忧。 毕竟,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战士们作战非常勇猛,但是还是没能抵挡土耳其的重炮和飞机,最终阿夫林还是落入土耳其之手。 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武装作战勇猛,仍然没能挡住土耳其。 徒为库尔德人在阿夫林修建的地道现在,土耳其将自己的王牌装甲部队集结在了最前沿。 这些装甲部队清一色的爆二坦克,可以说是土耳其压箱底的王牌。 这次,可以说是土耳其下了很大的赌注在这里,毕竟埃尔多安已经多次放狠话了。 如果这个时候怂了,土耳其就太丢人了,而美国态度也变得十分坚决。 将美军部署在土耳其十万大军和库尔德武装之间,美军在叙利亚目前的军事人数应该在三千人不到。 那么,美军的这两千多人,能否挡住土耳其的进攻呢? 或者说,土耳其敢不敢和美国正式开展呢? 美军虽然同属北约国家,但是土耳其要保证国家完整,而美国要保证在叙利亚强力的军事存在扶持库尔德武装,两个国家的利益冲突变得极其尖锐,冲突一触即发。 现在,唯一的问题,就是土耳其核实开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